今天是北京第二场很远 一下雨 蓬里就冷 这是今年春天换棚的一个天井 我当时把棚做了重点 然后把这上棚伸埋了 底下还埋了一些 所以看起来不太好看 底下埋得比几天大 根坛有一个根比较弱 所以说我给它右边留了不足大的空间 然后掌握这个东西 你看咱把牙抹一下 顶端的呀 是要抑制的 我用的这个剪刀呢 是不记的 骨不太尖 应该折一下哈 不太好用 踏不进去 这个做内压修剪得用非常尖的剪刀 有点难度 得小心这个 很容易误伤别的 你不想点的 你不小心就误伤了 毕竟咱们不是玩手护刀的 手护刀 两个手护刀 两个手护刀 感觉还行 刚才试了一下 没剪刀 我老担心眼神也不行 别把这个 想留的给剪刀了 想 这个 早点 你进行面子修剪 就是它就较容易形成山芙枝 有足够的时间的话 那就多剪刀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剪 不会影响它的生长 影响不大 很快才能牙展就映出来了 像这种类似有点小肚子似的 有些的剪 这个是老刺 去年剪的时候 我这一所保留 都留了半年 它这一刷子 这个牙展不出来 你看这牙出来 就把这个老刺 剪到位了 找点呢 这样 它这个 就会尽老的包起来 找他哪里 这些一带抹的就抹掉了 从它的长生来看 可以抹 如果它长得不旺的话 不能抹 不让它长根 因为抹牙抹粉 会影响它长根 这个根 我记得留了还可以 留了两个长根 可以留在这两个一样 留了一片 这个有一点做点 要把它剪 这个明年一期根 今天上头来 这个皮肤还感觉冷肚不足 所以带多多 多多具 拿钱 一定要一下 把这个东西抄了 好 欢迎大家在这边